將會擴大襲擊歐洲 俄羅斯被北約核部署圍困 而傳彭麗媛在中共軍委新職務曝光 俄羅斯通緝澤連斯基 烏克蘭對俄羅斯境內再加大無人機襲擊 巴西勸同中共建交 巴拉圭總統說挺台灣堅定不宜 古巴對中國人免簽證衝上微博熱手 美國前大使打包票說 川普勝算會再挺台灣 俄羅斯恐怕會擴大對歐洲的襲擊 情報圈警告三大攻擊手段 來自三個歐洲國家的情報機構 同時發出警告說 俄羅斯正在策劃升級在歐洲各地的暴力破壞行動 包括秘密爆炸、縱火以及攻擊基礎設施等 並且幾乎不在乎造成平民死傷 今年以來在德國、英國和瑞典都有可疑的人士遭到逮捕與及控罪 觸見俄國似乎準備與西方展開一場永久衝突 據歐洲三國情報機構評估 俄國特務對歐洲策劃破壞 現在採取更積極並一致的行動 將直接或透過代理人在歐洲進行各種破壞 德國聯邦保護憲法辦公室局長哈爾登王 上個月即在一場安全會議上直接警告說 由國家控制的破壞行為的風險顯著增加 造成損害的可能性很高 在哈爾登王談話的幾天前 兩名德國和俄國雙重國籍的公民 撫因為涉嫌替俄國密謀襲擊德國軍事和喉勤設施而被捕 4月下旬,兩名男子打算在英國 一個處放烏克蘭援助物資的倉庫縱火而被捕 檢方直指他們為俄國政府工作 瑞典安全部門也在調查最近發生的一系列鐵路脫軌事件 懷疑可能是國家支持的破壞行動 捷克交通部長上個月說 俄國試圖摧毀捷克鐵路標誌系統 愛沙尼亞國內安全局則說 俄國特務在2月間對該國內政部長坐車 和記者的車輛發動攻擊 法國國防部警告說 俄國今年可能對軍事地點進行破壞性攻擊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2號透過聲明表示 對俄國在盟國領土上與日俱爭的惡議活動感到擔憂 一名歐洲政府資深官員透露說 北洋安全部門已經與成員國分享有關俄國破壞企圖的 清楚和可信信息 現在必須提高民眾對這層威脅的認識 一名歐洲情報官員指出 俄國增加破壞活動反映其目標是對歐洲全面施加最大壓力 普京現在更敢對歐洲動手動腳 無論是透過假消息、破壞或黑客攻擊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600多名以外交名義在歐洲活動的俄國情報官員被驅逐 嚴重毀壞克里姆林宮在歐洲的間諜網絡 現在俄國情報部門愈發具有侵略性 反映他們在經歷蘇聯解體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後 企圖重新確立地位 英國國防和安全智庫王家聯合軍事研究所 在最近一份報告裡分析說 俄國通常透過代理人行動 包括俄國僑民以及與克里姆林宮長期聯繫的犯罪集團成員 並行動出現關鍵的戰略轉變 開始透過特殊影響力委員會 協調克里姆林宮對各國的情報活動 對俄國不同安全部門和其他人員進行整合 另外據英國《每日電信報》報導 有鑑於來自俄羅斯與中共的威脅 美國共和黨準總統候選人川普正在考慮 他如果勝選回到白宮 將推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的國防開支 調升至佔國內生產GDP3% 報導指出 川普認為為因應中俄威脅 北約成員國應該對該共同防禦聯盟造出更多貢獻 從現行的至少佔GDP的2% 調升為佔3% 另外川普還提出應該改變會計規則 正不能將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納入這國防支出之中 否則一些北約成員國的國防支出還將會低於現在的2% 該副國防部長說 德國、比利時和意大利等聯盟成員國已經加入該計劃 核共享是北約的一項主要核威懾政策的一部分 多方面的消息來源說 美國在北約國家的核庫存 總共大約為100枚戰術核彈藥 其中包括位於德國、意大利、土耳其、 比利時和荷蘭的6個基地的裝藥容量為0.3至50噸 這還包括英國和法國自己的核武器 因此在未來的潛在衝突中 俄羅斯可能會被迫面對美國和北約在歐洲部署的核力量 這令其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 核導彈從斯坎的納維亞國家或波蘭領土 到達俄羅斯聯邦主要軍事工業和政治中心 比喻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時間 實際上就是幾十秒 這將令他們的攔截變得極其困難 近來一段時間 坊間一直傳說中共黨魁習近平夫人彭麗媛 可能參政的消息 彭麗媛是軍隊歌唱家《少將君涵》 曾經擔任總政歌舞團團長 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 軍隊體制改革後 軍藝並入國防大學 拒卸任院長 之後在軍隊的職務不長 一前 香港星島網報導說 內地社交媒體正在流傳彭麗媛在軍隊活動的圖片 並且附有說明說 中共軍委幹部考評委員會專職委員 彭麗媛 內校調研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 因此被廣泛解讀為 透露出彭麗媛所任職務 就是軍委幹部考評委員 相片顯示 彭麗媛穿著軍裝視察軍事院校 公開資料顯示 中央軍委幹部考評委員會 成立於2016年 被稱為全面深入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 確保精準科學選人、用人的重要舉措 是適應領導指揮體制改革 提升選人用人公信度、權威性的新探索 自媒體人士文昭分析說 從彭麗媛的體型 看起來是近年的相片 不是十年前的 如果屬實 那麼彭麗媛參與軍隊人士工作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只是等待時機浮出水面 信號越來越強了 5月4日 烏克蘭再次對俄羅斯境內 發動大規模的無人機襲擊 地點片及俄羅斯的 哈拉斯諾達爾、奧尼爾、 庫爾斯克、斯摩寧斯克 和羅斯托夫地區 而俄羅斯國家通訊社 塔斯社5月4日宣稱 俄羅斯已經對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提起訴訟 並將其列入通緝名單 但烏克蘭駁斥說 這是莫斯科絕望的表現 據塔斯社報導 俄羅斯內政部的數據庫顯示 澤連斯基的名字出現在通緝名單上 但沒有提供更進一步的細節 俄羅斯官員也沒有立即 就烏克蘭總統被添加到該名單的原因發表評論 烏克蘭外交部指出 根據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 俄羅斯總統普京本人將被逮捕 烏克蘭外交部在一份聲明裡說 我們想提醒各位 與俄羅斯毫無價值的聲明不同 國際刑事法院以涉嫌戰爭罪為由 逮捕普京的逮捕令是真實存在的 並將在123個國家執行 聲明說 俄羅斯的公告是俄羅斯國家機器 和宣傳絕望的證據 他們想不出其他辦法來吸引眼球 5月4日 烏克蘭再次對俄羅斯境內 發動大規模的無人機襲擊 重點打擊了鐵路軌道上的牽引和變電站 烏克蘭國防快報說 使用無人機摧毀俄方鐵路 遠比襲擊俄羅斯鏈油廠更出乎意料 也更能直接打擊俄軍後勤運輸 因為鐵路上的牽引或變電站建造 比任何俄羅斯鏈油廠的初級鏈油裝置更緊湊 相比俄羅斯鏈油廠的數量 顯然鐵路牽引變電站的數量更多 同時俄羅斯根本沒有那麼多防空系統 來保護這些鐵路的基礎設施 最重要的是烏克蘭現在的無人機產能 已經能滿足前線的所有需求 令它任意發揮攻擊俄羅斯 這些敏感基礎設施的成本變得非常低 但效果卻非常好 變電站和煉油廠蒸樓塔 一樣都敬不起大量廉價無人機的頻繁攻擊 烏克蘭認為如果襲擊鐵路軌道 俄羅斯人能在幾小時內更換鐵路恢復交通 但如果摧毀、牽引和邊電站運行的電源 就很難在短時間內完成收復 意味著後勤癱瘓的時間更長 而俄羅斯是建在鐵路上的國家 俄羅斯將無法用防空系統保護這麼多的敏感鐵路基礎設施 而目前最關鍵的是俄羅斯想在北部哈爾科夫發起一場大進攻 而運輸軍用物資主要是由鐵路運輸 所以只要炸毀這條鐵路旁邊的邊電站 就會讓整個鐵路運輸出現癱瘓 另外有消息指出 目前大量烏克蘭北約新軍集的在烏克蘭東部前線後方 正面反推俄軍決戰部隊 美國也將出手給烏克蘭將近退役的203重炮彈 其威力遠勝於155毫米炮彈 目前美軍的203毫米重炮彈有庫存200多萬發 美軍宣布將為轉移到烏克蘭的布雷德利部戰車 再配備額外的鐵拳主動保護系統 這些改進型布雷德利稱為M2A4E1型 美軍將用該升級版替換轉移到烏克蘭的車輛 另外英國外相卡梅倫5月3日訪問基庫時表示 烏克蘭可以用英國武器打擊俄國境內的目標 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暴風陰影導彈打擊距離可以達到550公里 卡梅倫認為烏克蘭有這個權利 正如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發動襲擊一樣 烏克蘭需要確保自身防禦也是可以理解的 巴拉圭總統潘尼亞和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5月3日在巴拉圭首都阿松深舉行領袖峰會 在之前的一天 他接受日本動脈新聞專訪時說 迫持希望日本和南方共同市場立即展開經濟夥伴協定談判 並在台灣議題上表明挺台灣立場堅定不宜 南方共同市場是由巴西、阿根廷以及其他南美洲國家組成 今年上半年由巴拉圭擔任輪席主席國 這次巴拉圭和日本雙邊峰會焦點在於推動南方共同市場 與日本展開經濟夥伴協定談判 巴拉圭目前是台灣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國 潘尼亞談到國內外要求與中共建交的壓力時指出 我們相信我們與日本與美國的關係 應該成為抵擋這類壓力的後盾 支持巴拉圭也將是支持台灣 他沒有忘記呼籲日本擴大投資當地 以及開放日本肉類市場 潘尼亞談到巴拉圭與台灣的雙邊關係時說 我們對台灣立場堅定不宜 但是我們的立場越堅定 其他國家試圖瓦解巴拉圭與台灣關係的壓力就越大 他還透露說 巴西總統魯拉一直建議巴拉圭與中共建交 去年巴拉圭總統大選期間 反對派候選人呼籲與台灣斷交 潘尼亞對《動物新聞》強調 支持巴拉圭也是在支持台灣 相信巴拉圭與日本與美國的關係 可以向其他國家證明 與台灣維持邦交是符合國家利益的 巴拉圭就能成為指引其他國家的燈塔 古巴宣布對中國公民免簽證入境 當地時間5月4日晚 在2024年古巴旅遊節閉幕式上 古巴旅遊部長賈西亞宣布 持有普通護照的中國公民 無需簽證即可入境古巴 他又宣布中國是2025年古巴旅遊節主賓國 中國與古巴直行將於5月11日復航 免簽證的消息還是引發了不少中國人的興趣 雖然很多人反映是 古巴太遠了 不過 這項消息發布半小時後 在旅遊網站、葵程上、古巴酒店、機票等關鍵詞的搜索熱度 比前一天增長40%以上 北京、上海、廣東、浙江、江蘇、天津、山東、福建等地居民 搜索古巴的熱度較高 有網友在微博貼出自己 搜尋從北京飛往古巴的航班 至少要轉機2-3次 一共耗時15-20小時才能抵達 機票價格也在人民幣1萬元 中共與古巴在意識形態領域具有高度相似度 政治上同屬社會主義國家 因此 兩國當局關係聲聲相識 古巴經濟一直陷於困境 經濟高度依賴旅遊業、醫療服務 以及滅礦出口、外貿依賴中共等國 這次對中國人免簽 不排除利用此舉幫助提振國內經濟 中共官方在經濟低迷之下 之前也制出對一些西方國家 單方面提供免簽的舉措 可惜收效甚微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2日 在美國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表示 中俄軍事合作可能更密切 可能亂手攻打台灣 川普主政時期擔任美國駐歐洲安全 其合作組織大使的共和黨人吉爾默 4日在台北訪問時表示 如果川普贏得2024大選 二度入主白宮 他相信川普會再度支持台灣 路透社報導說 吉爾默星期六在台灣 致富亞太堅人研究基金會演講時說 我相信川普先生就任總統之後會支持台灣 他在第一任期就是這樣 吉爾默曾在1998年至2002年 擔任維吉利亞州州長 他向採訪的媒體表示 川普並非孤立主義者 而是努力讓美國的盟友 以更嚴肅的態度 體待自身防禦力 在他看來 台灣與美國之間的溝通管道 已經穩固 他自認沒有必要擔任傳華人 吉爾默此行 預計會見總統蔡英文 但受限於行程安排 他不會和即將在5月20日就職的 準總統賴清德會面 吉爾默說 他會向川普報告這次訪問台灣的情況 並轉達來自台北的任何信息 他說 我會寫一份備忘錄交給川普總統 我們不知道他會如何處理大家交給他的備忘錄 但我已經下決心 要盡一己之力 川普在2016年11月 贏得總統大選之後 沒多久即和台灣總統蔡英文通了電話 此舉打破台灣和美國1979年斷交以來的外交慣例 川普和蔡英文通話 當時令台北政壇著弱不已 北京當局則大為老火 川普在2017年1月就任 直到2021年結束任期 台灣獲得川普政府大力支持 包括拜登上任之後 持續進行的對台軍售 這次新聞就跟大家報導到此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粵語內容 歡迎轉發 你的轉發就是對我們的最大支持 再見 再見